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8月5日,由哈尔滨市清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与中共牡丹江市西安区委员会联合举办的 清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陈列展览 及731部队医学犯罪新档案新发现发布会等系列活动 在牡丹江市西安区举行 在清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陈列展览中 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部是新发现后首次公开展示 据悉,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 是日军在东北地区最大的伤员患者救治收治的中转站 此档案共有36页 对深化日军陆军病院参与活体解剖犯罪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这个原部研究过程中呢 发现了上面写着有平防分院的字样 下面写着交互监物 所以围绕这个线索我们就展开研究 发现了在选址上在筹件上 和731部队的关系很密切 首先是1933年 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的前身 哈尔滨卫戍病院在哈尔滨设立 同年8月 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 将731部队的前身防疫研究室转移到哈尔滨 就设在陆军病院的南侧被称为南洞 第二是在筹件上 在1936年 日本陆军省向关东军下发了一份文件 要求加强关东军防疫部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所谓的医学研究设施的建设 在里面却出人意料地提到 在同时开展哈尔滨卫戍病院 分研究所的建设 所以二者也是同步批准 共同实施的 同时呢 在口述证言上 我们找到了两份证言 一个是2018年 福日门采访的时候 731部队原队员 徐勇鬼九太说 731部队的成员 也到第7部队做过研究 第7部队就是陆军病院 然后是 一个是陆军病院的护士 赤松敬之 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 他作为护士 被派到731部队工作的一个夏天 主要任务是护理士兵 同时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 还有一个一点是 撤退路线也相同 所以我认为 就是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 是以平凡分院作为掩护 同731部队形成 业务往来与人员合作 承担这部分731部队的业务职能 是731部队医学犯队的 延伸机构 此外 本次系列活动 还邀请了 来自沈阳 长春 哈尔滨 牡丹江 齐齐哈尔等地的专家学者 通过731部队医学犯罪新档案 新发现发布会 及清华日军 西军战与毒气战学术研讨会 就日军 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部 及西军战 毒气战 东北抗联等内容 展开分享与讨论 以往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内保存的档案这一块 但是通过这次的研讨会 我发现中美日俄四国档案 在731问题的研究上得到了充分利用 特别是今天发布的这个新档案 特别是它是从日本挖掘出的新史料新证据 那它可以从一个多角度还原和完善 我们关于对于731部队的历史的全方位的认知 就是731部队这个史 最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史区域史 而是向全国史 全球史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形式上 我想以后通过这次研讨会 可以给我们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线索 更多的机会 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能够让这个731最正史研究走向深入